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耶 新的月份来咯 所以我们又要开启一个新的单元 那不晓得大家在外面看到那个花花草草的时候啊 你叫得出名字的有几项呢 而且啊 这些花草除了美观之外 你有想过如何运用这些花草来丰富我们的生活乐趣呢 这一次我们很难得邀请到台湾草编达人 传说中的草编CEO 主持首编幸福粉丝专业 致力推广传统草编以及创新的林三元老师 老师 大家招呼 各位听众好 然后主持人好 主持人我要怎么称呼你啊 我是古灵精 古灵精 对啊 好啊 对对对 那其实啊就是跟老师认识大概就是四五年前 然后那时候在台北的华山艺文特区那边刚好有一个活动 然后老师的摊位其实刚好好像就在我的旁边 那时候我就看到说有一位前辈很开心的在那边知草 而且一面知草还一面跳舞这样子 然后就真的很特别 而且那时候老师工作的时候那个 就是洋溢着幸福的脸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人真的很特别 然后跟老师小聊了一下才发现说 哦 老师来头真的不小欸而且又是CEO 那其实 哦 嗯嗯嗯 哦什么 五年前 五年前的时候我还没退休咧 真的吗 你那时候还没退休哦 所以对对那时候还没退休 我是四年多以前退休 对 哦 天哪 所以那时候认识你的时候你真的就是CEO 哦 好那 嗯其实我也是啊 只是我们差很多 哈哈哈哈 嗯 然后老师跟我说了很多 他为什么要接触草编 然后想要透过这个传统技能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当下其实我就很感动 一直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找老师来合作 然后就非常努力的写了一些计划 可是就这样一等就等了四五年 那这一次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邀请到老师 耶太开心了 而且老师真的就是很热情跟很热血 然后就是致力推广这项传统 传统工艺跟传统艺术 那我们现在就来请老师介绍介绍一下 就是您您您的那个草编的缘由 还有就是什么是草编 好那个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古林丁老师好 我想就很简单的讲 就是这个万文生意嘛 草编就是用草啊 这个元素啊 这个材料来编织一些东西 那我想大家以前比较理解 像编织帽子啦 用那个令草啊 那个都是编织 比如说编一个那个草席啊 什么的这个东西 那个生活用品类的 但是我在推广的啊 是希望着重在 其实一直是这样啊 在同万就是给小孩子玩的玩具 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切入 那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就会教我 所以所以草编对我来讲 是还有蛮深的意义的 所以是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以定义来讲就很简单啊 就是你用草 把它打破它原来的样子 是 因为草本来有韧性嘛 它可能是长长的啊 是 然后你可以把它用一根把它剖开 或只是说剖开为二 剖开为四六 大概都可以啊 就要看那个材质啊 像刮芒芒草 它就可以一根可以剖开成 我的最高纪录大概可以剖开到 大概十二片吧 就看那个比较粗一点 芒草哦 对 芒草的花杆 哦 就可以剖开到十二片 那个那个 那个工夫也必须要很细 嗯 那就是把它就是 弄成十二片 它等于就把它变成像 绳子的那个概念吗 对 其实你如果看那个草绳啊 我们不是以前在弄草绳用搓了吗 嘿 它就是把几股 大概通常至少要三股以上 是 那就放在大腿啊 或者用你的手啊 把它搓搓搓搓搓 把它纠结在一起 那变成 那个草绳嘛 嗯 那草绳你如果在几捆已经 弄下草绳再把它捆在一起 嗯 再把它搓在一起 透过机器搓在一起 就是变成粗的草绳 所以都是一个缠绕 缠绕的有一个 还大概这样讲 一个是缠绕又是交错 嗯哼 就跟那个我们叫说 如果以编制来讲嘛 一般来讲是金线跟尾线 对 哦 就直的跟横的 直的跟横的 然后交叉 穿梭 嘿啊 大家如果想要看懂很简单 那我常常讲说 你拿个放大镜来把你那个 那个T恤啊 或者衣服啊 或者帽子啊 只要是那个是属于纺织类的 嗯 你把它放大来看 就会看到那个一个编织的一个 样貌这样 哦 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它不难呢 听起来 好像就是用线 然后就是搓一搓揉一揉 围成一个圈 然后就把它打开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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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它就就是把它 把它弄弄弄弄长 因为长以后 你就可以再编织任何东西嘛 嗯 哦 我我来举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你今天 你如果到日本 是 啊 日本 你如果到一些神社啊 或是很多的地方 他们都有所谓的祝联神嘛 都用那个稻草的 嗯 那个草神去编出一些吉祥 还代表他们日本人的 民俗上面的意义的东西 是 那也是一个结界的概念嘛 所以你你如果到那个 那个神社那个鸟区啊 它一定会挂上草神 结界是什么意思 结界就是一个 结界就是分为人 人界跟神界 一个区隔 哦 天哪 所以它其实也有一些宗教性在 结界的意思 Takiraya的那个 嗯 火神祭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用它编出来的 像风车啊 嗯 还有那个 用那个盲草做的盲草剑啊 嗯 把四周把它围起来 那围起来就是 阻挡那个 邪灵入侵啊 就是因为他们正在进行 很重要的一个 呃 火神祭的仪式的时候 是 不要让邪灵入侵到那个祭坛 哦 大概那样概念 诶 很神圣的 好哦 老师那你这么一讲 就好像那个结界就是 因为神子本来是一条直直直 就直直长长的很像道路的概念 可是因为他用 他打了结让他缠绕 捆住了 他就会有一点就是禁止的概念 就是我禁止你这个 妖媚进来我这个神圣的圈子里面 就有点像是那种 哇超酷耶 那个那个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啊 嗯 包括东欧啦 或者说比如说像 像萨满啦 嗯啊 大家知道萨满的那个 宗教的仪式里面 在崇拜自然的 嗯 他们都有同样的概念 就是很奇妙啦 就是说文化它有它的 共通性嘛 是对 那这个 那这个起源于 其实它起源于那个 在远古时代啦 可能包括旧 旧时期时代就有了 就是结神祭祀嘛 嗯 我们人是从结神祭祀这件事情开始 然后再渐渐会有文字 有数字的概念 对 那我我常常讲嘛 就对 你在老的时候 在古远 古早的时候也有屁孩子 古早就有屁孩子 小屁孩 小屁孩都会有 对 对不对 啊 小猴子也是一样啊 你总要给他东西玩嘛 是 所以当初最原始的玩具 我估计大概就是 用用自然的东西嘛 嗯 成一根棍子啊 后来用草啊 绕一绕绕一绕 诶可以绕出一个什么其他的样子 绕出一条蛇啊 绕出一个 一根麻啊什么 是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很古老的玩具 所以实际上草边它是非常古老的 嗯嗯嗯嗯 诶 老师那您刚说就是草边是因为 就是妈妈小 你小时候就是妈妈会教你编草边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因为你知道就是现在的妈妈跟 小孩相处的那个模式跟 以前你们那时候相处的模式 其实不太一样 哦 我应该这样讲 因为我是四年级的后段班嘛 嗯 1958年 嗯 属狗的 嗯 那那个时候其实台湾普遍的穷 嗯 普遍的穷呢 然后塑胶也不是那么普遍的状况之下 嗯 啊 所以 那个在穷人家的孩子 他还是想要有些玩具嘛 嗯 所以我们这些玩具的来源都是取之于大自然 是 那学习的对象呢 一种就是爸爸妈妈会就是 就是爸爸妈妈教嘛 嗯 要不然就是在 在外面去玩在野的时候啊 就隔壁的大哥哥大姐姐啊 嗯嗯嗯 他在坐啊 你旁边看他看久了就会了嘛 隔壁的哥哥姐姐很重要 好 对 所以我常常讲嘛 就其实这是 就是随着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有接触到一些教育专家了 嗯 其实他在讲这就是环境嘛 是 哦 所以我常常在 大安圣灵公园在街头表演的时候 讲说 大家都知道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要 嗯 可是你知道吗 教育一般 孩子的教育 学习通常会学习到父母 或是亲近的人嘛 对 对 比如主父母嘛 父母如果不是 失能或是比较他在忙的时候 可能孩子就是主父 要不然就是 我说我拜 半开玩笑 半开玩笑的讲说 那隔壁老王也会影响他啊 隔壁 隔壁老王怎么 为什么 为什么 那因为 因为假设啊 这孩子一天到晚跟这个老王在一起啊 哦 但是现在 所以就是说孟母要三千啊 哦对啊对啊 就是那个环境 隔壁老王他是一个屠夫 这个孩子就学的学校 不是说屠夫不好 就是说嗯 他他就会受影响嘛 嗯嗯 哦 假如这个隔壁是一个很很勤劳努力的人 他是在工作 他在做一个什么东西 小孩子耳濡目染之下 他知道双手万能 对 嗯 嗯所以我是说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嘛 那我我我是后来就是发觉就是说 当然也接触到一些的教育的资料就发觉 比如说啊啊我们常常讲的这个来自奥匈立国就德奥那边的所谓的呃华德福的教育系统 是啊华德福的教育系统他重视三件事情 嗯 第一个就是节节气 节庆啊 节庆啊嗯 嗯 就是一个孩子的所谓他的人格素养 嗯 啊所以我常跟朋友讲嘛 我这经过我这四年 啊因为我是2017年开始就是决定要来推广这个 然后从街头艺人开始嘛 对 这四年下来其实局势对我来讲非常的好 因为比如说大家对108课纲 嗯 啊我我我我那街头表演也会讲108课纲 啊真的吗 啊真的真的真的 我跟你讲这108课纲 说你今天刚好听到我们就随便乱聊嘛 好啊好啊 你说108课纲 108课纲很多很多家长啊都都很焦虑 对真的 我说你在焦虑什么 那你焦虑的时候焦虑不知道怎么开始 我跟你讲108课纲很简单啊 嗯 他就你第一个当然要先上官网嘛 对去了解108课纲是什么 上面呢108课纲你就看那个核心呢 是棕色的我还记得颜色是棕色的 他就六个字而已啊 哪六个字 所以抓住这个六字 就是自发互动共好啊 哦对 哦简称自动好 简称叫自动好 对啊 好那再来了 今天孩子他如果可以自动好 你是不是很放心 哦对啊 你不要担心这个网路世界啊 什么世界怎么改变 不用 他就是自动往好的方向走 对 可是你把它切开以后就是 自发跟互动跟共好 对 那很多家长我不知道我不是学教育的啊 我说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你可以请教别人啊 现在你刚好遇到我 我就跟你讲 就是说自发很简单啊 你要从旁观察 嗯 孩子愿意自发学习啊 就是不会抗拒的话啊 嗯嗯嗯 孩子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自动自发学习 孩子会很 他会停下脚步啊 这个就会开始看啊 对 我常拿我在街头表演的故事啊 嗯 啊就就发生在古岭街啊 嗯 因为我在街头表演的时候不收钱嘛 对 你看随意打赏啊 嗯哼 所以有一位 有一个那个已经到了爷爷子 那个叫大哥啊 年纪大 然后带着他孙子 比如说小明好了 好 然后就看着我那些表演啊 哎 看到半天以后发现 哎不用付钱呢 而且我教的蛮好的 你看过我吗 我讲还蛮会教的 你很会教对啊 结果 结果他就说小明啊小明啊 这个老师很厉害哦 是很厉害 这个很棒哦 你要赶快来学啊 结果呢 我他在讲的时候眼睛就就就就往那个小明看 嗯啊 这就不出我所料了 小明表现出来是抗拒 嗯 我跟你讲啊 今天那孩子你大人越要 越要越要他学什么 他越不学 他就越不学 嗯 他就抗拒 因为他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嘛 你看我们现在以前不用学电脑 什么smart 对不对 什么什么什么3D练义什么没有啊 那个以前 有现在小朋友真的要学很多 太多东西 其实小孩子很可怜要学很多东西啊 对啊 所以我就我就跟着那个大哥讲 我说大哥 我们这边很安全 你知道为什么很安全吗 因为跟总统住家的直线距离不超过500公尺 你说古领街那边吗 对啊 古领街啊 嗯 再过去就总统管理啊 对不对啊 这里有很多便衣啊 你搞不清楚哪一个是便衣啊 对啊 哦 所以你很放心的 我告诉你 你就自己去逛其他的摊位 让小明留在这里啊 嗯哼 看着我 因为他没有马上走 处在那边 就我我估计他是对这个喜欢 可是今天只要大人叫我学 我就偏偏不要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的心里这样想 我也是 我的判断 我从小就是个小屁孩 这个 我也是小屁孩 这个大哥 就听我听我说了以后 真的去逛其他的摊位 是 好 我直接讲结果啦 好 这个小明不只学了 嗯哼 第二天来带他同伴来 哇 我想就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就回到一个 就是说 自发互动共好 身为家长 你要变成一个观察者 嗯 跟一个引导者 好 你会去看 我说小孩子喜不喜欢很简单 啊 第一个他会 眼睛会盯在那边不放 嗯 然后接着他会问 嗯哼 他会问嘛 他就他搞不清楚 你是怎么弄嘛 对 好 然后刚才他说 哎 我可以 我可以不可以做看看 好 比如说这个循环呢 我常常把它变成一个学习的几个步骤嘛 第一个就是要好奇 嗯 所以刚刚孩子他会停下来 他是为了好奇 哎 这个阿伯在做什么 对 没看过 好好有趣哦 是 第一个叫好奇 第二个 他处则在那边不动 其实他是在观察 对 然后观察以后呢 我开始教他以后 哎 他就开始行动 就开始做了 所以这就是自动好 然后我常常问人家啦 那现在进入第四步骤嘛 刚刚讲了三个嘛 是 好奇 观察 行动 是 第四个是什么 好奇观察 各位观众知道 听众知道吗 不知道 古灵旗 我跟你讲啊 叫做不知道 哦 哦真的吗 就不知道怎么做啊 就是不要知道所有东西 然后有困难 不是不是 他就不知道怎么做啊 他会碰到挫折啊 所以学习会有挫折的 学习会碰到困难的 嗯嗯 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 避掉这些必要的过程 就 你希望孩子一次都学会这件事 你的心态都是错的 就还是要让他跌倒一下 对 让他去尝试嘛 然后他自己会找出他的方法 然后他会有成就感 然后这样他就会主动一直学习 假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孩子的 这个好奇心被扼杀了 嗯 哦 观察的时间不够 你还做的时候呢 他有压力 说一次一定要做对的话 这个对孩子的学习 我觉得其实会 会有蛮大的压力 那压力以后 他最后他就不学习了 对因为不爱了 太难了 所以我就说 怎么做都不对 你一定要看 我的草边在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这些元素 是 你会看到这些元素 所以假如你认同 这些元素是一个孩子很重要的 所谓的树养教育的话 嗯 好 嗯 那我们就 不是只是让孩子啊 去学 那些什么国音术啦 3D列印啊 城市撰写啊 没个人都要懂城市吗 这是没道理的事情 没有耶 我觉得为什么会请老师来上 我们的节目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其实发现草边就是 它是一个很简单可以入手的一个 一个手工艺 就是它可能不像我之前 呃我们之前访问过的就是彩绘啊 或者是修复 或甚至是木雕或检黏这些老师 手边它很很简单 就是它可能旁边的草 就是摘下来 然后用剪刀剪一剪 它就可以做 因为上次我们好像也是在台南的那个 刺坎东街 老师其实现场就教那个小朋友 这样子 大概5分钟10分钟就可以编出一个 很可爱的 就是蝴蝶 我印象中很深是蝴蝶 好 那个古林金老师我跟你讲 我先打断 你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简黏啊 彩绘啦 嗯 或是些东西啊 它都是已经 更高端的啦 我这样讲更前端的 已经到了艺术的角度 对 可是 大家有没有想 你要不要超前部署 让小孩子 有这样的一个素养 可是它是在玩乐之中 它无意之间 它把它养成了 是是 其实这应该也是 所以这就是 嗯 嗯 您说 这就是我在很多 很多呃 采访我的人都会讲 就是说 我整个的转折是在 2012年我遇到 啊 得到总统文化奖的汉森杂志的创办人 那个华永松老师跟我讲 他因为我本来跟他请教一件事情嘛 就是怎么来帮助台湾的文化创业产业 是 可是他最后谈谈谈 他发觉我竟然会 会炒编的时候 他非常的压抑 啊 嗯 然后就问我说 哎 你现在你这么年轻 那个是2012年的事情嘛 所以等于是 快要10年前的事情 是 哎已经10年了 2012 今年2022了 对已经10年前的事情 他就跟我讲说我 我你是他问我哪里人 怎么会这些 因为他 印象中这一草编应该 怎么讲都是很老很老的人啊 就快要掘机了 你知道怎么会有一个 一个一个不到60岁的年轻人 是 他会这些东西 所以老师那时候50几岁算年轻是这样吗 老师的意思是这样 现在50几岁是年轻啊 现在50几岁是年轻啊 因为我们现在 对啊 现在50几岁叫年轻啊 嗯哼 对啊 你现在青年的定位已经重新定义了 好 嗯 所以所以他看了以后 他跟我讲了 我那个时候我是平息的 哦难怪 因为平息 身处在这个 这个 很偏乡啊 就是台 新北的偏乡啊 嗯 那这种偏乡 他其实就好像一个DNA的那个 文化DNA的保存库一样 是 所以你们那边要保留很多的东西 包括泉州的口 就是泉州的口音啊 安息的口音啊 然后有包括像天灯啊 这些东西啊 嗯嗯 他说 那就那就 然后他就跟我讲 说这个东西它的重要性啊 嗯 比你你现在来问我 要去怎么帮助台湾的文化创业产业 是更重要的 因为他是在打基础 他是在让我们台湾人的小孩子 啊 他可以了更细腻的啊 去养成那个动手创造的这个行为 嗯 所以他就跟我讲德国的例子 跟我讲日本的例子 是 所以你看到大家都很爱去到日本那边去 都发觉哇 日本那些的东西文化都很细腻 东西都做得好棒啊 嗯 然后包装很美啊 嗯 然后都是 很多都是手工的 对 非常非常美 对不对 对 寿司手握嘛 对不对 手握寿司没错 包寿司那 寿司那个方式也是 也是一样 也是动手做 也是动手做 对对对对 他这些东西就创造出他的 的地方的文化 就是越有在地文化 才可以越吸引国际人士嘛 对 真的 所以所以这这他说 那你 你归根究底就是说 日本他们从小啊 都要学折子 哦对 有我阿公 我阿公就是日本时代 就是黄民化时期的人 然后他就是教我折那个白鹤 对啊对啊 折子是 折子 然后还教你就是长方形的子怎么变成正方形 其实他就是一个几何的概念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折子跟比例的问题 对 这一句你刚刚已经讲了嘛 你知道折子你看它是一个几何的概念 是 他有比例 这是他数学 对 还有机械结构 对 他有杠杆原理 对对 都在里面啊 他其实就是最基础的数学了 所以这个黄老师刚刚讲 就这就是日本为什么精密机械 那么厉害的地方 哦 他的基础 就不是在就业的时候才弄 是累积上千年来 他们的民族性就是变成细腻嘛 嗯 他德国也是一样啊 所以我刚刚讲说 华德福系统的教育系统 也是从类似像 啊奥匈帝国那个年代的时候 从德国啊 从奥地利那边的一路发展出来 嗯 啊你现在就是要 你知道华德福的收费会比较高一点 嗯 那种教 嗯 我知道我知道 对 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 我们台湾的长民在以前 他就已经存在了 嗯 已经存在了 尤其在苦的人家什么东西 什么都不能用买 都没有钱买嘛 所以用手做啊 是这个原因啊 哦 所以我们当初我 嗯 因为没有那个没有没有钱买 所以就是会 激发出我们自己的创造力 然后从身边的东西开始创造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那个没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 无啊 无就是 哦有无 无中可以生有 无中生有 对 对啊 没办法可以想办法 因为你没有办法你才会去想办法 是 就只死地才会有后生嘛 有穷的镜头就是富有 对所以 穷镜有没有 对啊 对啊 哇 所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 几十年来的富裕的状况之下以后啊 那家长都是用教育都是用买的嘛 哦对啊 那你你你都没有考虑到今天孩子其实他在影响他觉得会 他最深的时候是他在启蒙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是父母的陪伴 嗯 所以我现在在谈的其实是如何用草边来陪伴 对 你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把它放在手边幸福这个YouTube 对啊 或者是FB 对 完全没有保留的把功法跟大家讲 真的 你马上可以变成一个达人 对啊 对 而且其实这就有回归到就是老师小时候跟 母亲相处的那个过程 等于是又回馈到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然后妈妈带小孩或者是长辈带小孩 手做的那个温度跟感觉 对啊 所以每次我在那边表演每个人都说 哎呀 小高老师你好厉害哦 哦 每个人这样讲我都会讲 我希望全天下每一个父母都会被孩子这样记住 被朋友这样赞美 是 对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网路上嘛 对 所以就是大家就借着手边 然后回归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这就是老师创办手边幸福跟推广草编的的那个缘由跟理想 是这样嘛 你你你你你没有没有体会出来手边幸福它一语双关吗 嗯 幸福靠双手来编织叫手边幸福 是 幸福就在你的手的旁边 哎对 我们用手 你手旁边是什么 我手的旁边是什么 手的旁边 手的旁边就是 就是父母啊 亲人啊 嗯 朋友啊 嗯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把你这个这个旁边的人大家都弄得很好 对不对 对 亲情关系很好 跟朋友来讲你很你很有人缘 嗯 对不对 很有人缘算不算一个很重要的 的生活素养 有很重要很重要 我们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就是靠很多朋友帮我们支撑起来 得到就会多助嘛 对不对 真的 对啊 好哦 好那我们呃就是这一段节目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 那我们现在非常谢谢就是三元老师就是介绍我们草编的 从简单的基础概念一直到复杂 复杂的那个就是电机啊 嗯 然后那些原理那甚至到日本德国的这些教育教育里面 嗯 那下一段呢 下一次呢我们要还是要邀请就是三元老师来告诉我们说 哎那草编艺术的延伸性有哪些老师创作过哪些草编作品 那在这创作过程老师的灵感来源有哪些 嗯 那我们就先在这边谢谢老师就是这一次告诉我们就是非常丰富 就是透过草编的教育里面 那个过程嘛 那个过程你就会体会 对草编的过程然后让大家体会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是下礼拜见 拜拜 下礼拜见了拜拜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你们还喜欢吗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却迟迟不知道从哪边了解起的文化或跨文化相关主题 都非常欢迎您传简讯或留言来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力邀请从事相关工作的老师们来节目和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故事以及理想 我是古灵精 再次感谢您聆听我们的节目 并且感谢这次的节目后制张永乔 行政执行陈温如两位坚强的后盾 让节目得以顺利进行 同时也非常感谢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对于本节目的肯定与赞助 我们的节目将以一个月一个主题的方式 邀请从事传统艺术文化相关的朋友 来和我们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请正在聆听节目的你 不吝息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礼拜频道上见 拜拜